好 哈囉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是更多的鋼鐵指揮官哦 那我發現這個遊戲的中文名稱 好像叫鋼鐵指揮官吧 我自己都叫他這個機械指揮官 沒關係我們就改叫他鋼鐵指揮官 先來帶一場這個長工專家的開局 那對方是劍齒虎專家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用劍齒虎啦 反正我覺得劍齒虎呃 呃比較要在一些特殊的局面 才比較好用到劍齒哦 哦那我覺得長工專家是一個 蠻強勢的一個專家 因為他第二回合 就可以拿到一個等級3的長工 你要知道一個等級3的長工 這個攻擊威力是相當驚人的 所以我就選擇這個專家 然後剛好他也搭配的是狼豬 加上爬蟲的一個組合 那我覺得這個組合相當的之優秀啊 因為狼豬在早期的時候 他是一個非常肉 非常適合對群體的單位 對我看對手出來之後 是一堆鋼球再加上尖牙 其實小小的開心啊 覺得應該是有機會 然後後方的這個爬蟲 你也注意到 我是有故意把他的陣型切開的 啊因為他會有弧光 所以你盡量讓自己這種小單位切開 是很不錯的操作 那因為爬蟲的速度比較快 比較容易做這個操作啊 所以你看他的 狐光就比較不容易第一時間抓掉 我們的爬蟲 這一個操作是 可以看一下 好那爬蟲畢竟是小單位 他還是有狐光的 我們還是被他 輕的比較快 不過我們還有兩臺狼豬啊 而且對手的小單位也被我們吃掉了 就這些尖牙 剩下狐光還有兩臺的鋼球 雖然他們把我們的右路的塔給爆了 但是等他過來的時候 這個塔的效益也差不多要結束了 我們就恢復到一個正常的攻擊水平 沒有問題哦 兩臺狼豬還是相當相當的肉 這裡輕鬆的就解決對方的部隊了 ok 拿下第一回合勝利哦 好第二回合每個加400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接下來玩什麼 因為通常進入到第二回合增援的時候 就要開始決定這一場的一個戰術走向 如果這個卡爛到一個 我都沒有很想選 所以就選了一顆精英犀牛 犀牛也算是一個比較 結場的單位 他也不是一個 就是長期培養有一種 就是比較不犯用吧 他也是一種針對性的一種單位 我自己是這麼認知的 好反正他也是選精英犀牛 但我們都不會叫 對這一回合其實也決定不了什麼 不過要注意的是我們這回合已經拿到長弓了 你看三等長弓一發是6987的傷害 一等只有2329 這遊戲的等級差非常非常非常多 對要注意一下這遊戲的等級 其實會造成單位的一些質變 像是那個什麼啊 巨峰嗎 反正就那個巨峰就是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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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加機槍的那那一台機器啊 一級跟二級效果真的是差非常多 好這裡我們長弓有三等 他的劍持虎 當然是沒有任何表現就直接被收掉了 好當然狼珠 他也是有把我清掉了一台一等的 但沒有關係 我們有一台狼珠第一回合就升到兩等 兩等狼珠跟一等狼珠就已經是不可相提並論 非常的強力啊 肉度也是提升非常的多 那當然我們準備兩只長弓的意思就是 我在這個時間點叫長弓就好了 我後續就不想再叫長弓了 我不會把我不喜歡把一個長弓弄了那麼多台啊 當然還是要看對戰的內容 哦有人真的很喜歡玩長弓 可能出道的五隻差不多吧 五隻六隻其實我都看過了 然後長弓確實也是現在版本裡面 算是蠻強的啦 呃 泛用性也蠻好的 因為距離比較遠嘛 你在點了這個射程強化之後 再加40點射程 其實 嗯輸出效益非常的不錯 好第三回合 我們再來選啊 那我覺得對手可能會開始想要準備一些 空中單位了 所以我覺得野馬這時候可以出來 所以我這一把的增援我選擇的是野馬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手會選擇什麼 先知 ok 他選擇先知 可能想要做一個遠程的 輕輸出吧 其實先知的攻擊力不差啦 攻速蠻快 中等輸出吧 也不算是非常強悍的輸出 就 也不算很軟 不是應該說也不算打得很癢 但就是會痛 那也沒痛到什麼地步 好那對手的話 一台先知兩等一台一等 準備了兩台 我這邊放下了一個 飛彈 守望飛彈 然後叫了兩台野馬 但你要注意一下我的野馬這邊是三等 三等野馬的攻擊力 就已經有差異 就已經有差異了 你看一等野馬37哦 三等是110哦 連這個鋼球就直接射的動啊 所以有時候看情況吧 如果對手一些精銳單位很關鍵的 我其實不會去貪那個 數量 增援上我可能會拿一些 嗯 等級比較高的 然後只有一隻 有時候成效是挺不錯的 所以這回合我們也是輕鬆的拿下來 第三回合 好 截至目前第三回合 我們都還算是相當的順利 就來看一下對手 我們這把的第四 真第四回合增援究竟會選什麼 我這裡呢選擇閃電風暴啊 因為我想要扣一下這個閃電風暴 這閃電風暴對我來講是一個 我們到時候逆轉某一個局面的時候 我們可能可以用得到的 所以我點了之後 我這回合不見得會用 但因為我已經贏了三個回合了 所以這回合就算輸 我覺得也沒關係 我們先把該升級的先升上去 有時候鋼鐵指揮館裡面的對戰 你還是得花一些回合去養一下單位 鋪場了 好這個時候對手選擇了叫出的鋸鎚哦 他想用鋸鎚來抵擋傷害 那我這裡是狼豬叫的蜘蛛雷 有增加一點這個 分心對手的輸出吧 那有時候蜘蛛雷還是可以炸點東西啊 對手在右下角叫出的犀牛 啊那但我現在配兵習慣 就是會在左右兩邊放單位 所以其實都可以拖延到一點時間 好這個蜘蛛雷如果有炸到的話 其實還蠻痛的哦 有看到 那蜘蛛雷有炸到 其實效果是很不錯的 那看到我們三臺長弓 這邊也升了射程強化之後 就非常的噁心 對方基本摸不到 而且直接都居到他重要的單位 這裡居掉 雖然我們爆塔了 但是對手也只剩下鋸鎚 跟一些少量的尖牙 所以也沒什麼問題 甚至我們也在爆他的左路塔 還有兩個蜘蛛雷也還在現場啊 這蜘蛛雷越累積越多 這也是一種單位啊 他爆爆炸傷害可以帶到九千傷害 蠻多的 這蜘蛛雷有時候比較小看的狼豬 呃也算是一種 我覺得前期強 然後中中後期也是可以拿來做戰術應用的吧 有時候你也可以說 啊我狼豬前期拿拿夠優勢之後 我可能可以用那個戰場回收把他回收掉 也是一種玩法 反正這遊戲 你回收單位或者是讓單位去走位 都可以造成非常多不同的效果 啊 這個還有很多細節可以去 研究的哦 那每一場打法也都是 每每個人的自己選擇 對手之間沒有選擇增援哦 他是直接取消增援拿50塊 但我選擇操縱形裝甲 增加這個生命值血量百分之五十一百五 我打算給這個狼豬先帶一下 然後這把我就給各位看一下這個新單位鬼搖 這個東西我自己覺得在 也是一種特殊場合用 你會覺得不錯啦 因為他的射程真的是蠻短的 然後隱形效果挺好的 就這個隱形能力 他攻擊力會上升40% 然後預設為隱形狀態 隱形狀態下不會被鎖定 所以他一開始進入隱身狀態之後就可以直接 先讓對手先去打到別的單位之後 他再出來就不會變成首要的攻擊目標 結果剛好這裡對方放的是黃蜂 其實鬼搖有點怕黃蜂 因為鬼搖攻擊能力 就是攻擊速度比較偏慢 然後比較對這種 群體單位他比較沒有抵抗力 不過還好啦 有隱形 所以第一時間對方的黃蜂是沒有打在我們的鬼搖身上 那當然他的先知打我們的鬼搖還是很痛的 所以這一把我們 看起來有點危險 對方已經先把我們的右路塔給爆掉了 我們沒有特別的優勢 但是這個鬼搖出來沒有新單位啦 但是 這裡放的不好也沒有到特別的有用啊 所以我們這把是慘敗 對黃蜂上來還是有吸收不少的 呃輸出 這樣我一輸之後他單位殘存的比較多 你看這個血量一扣就扣了這麼一大條了 所以我這時候要深思熟慮 我們要選手 沒錯 沒錯沙蟲 那我的封面應該是用沙蟲吧 大概 我們會選擇沙蟲啊 對手是選擇火神兩臺一等的 我選擇一隻兩等的沙蟲 為什麼呢 我想要用沙蟲然後試試看 沙暴能力 他會產生一個 半徑120公尺的沙暴 那沙暴單位內的單位 射程都會降低 遭到遠程攻擊的傷害也會降低 對那其實 我們的遠程單位蠻多的 這其實也會影響到我方單位 但是我覺得可以試試看這個東西 因為對方也是遠程單位 畢竟這遊戲遠程單位還是比較多的 對我們可以試試看這個 主要是保護我們的沙蟲 用沙暴之後會轉這個複製 讓他專屬地面會再複製一個相同的沙蟲 出來 因為沙蟲對這些單位都比較好用 主要是看到他有鋼球啦 有鋸鎚啦 然後這些單位其實用沙蟲對付 是比較相對容易的 那我這一把 這一個回合我是沒想到他用火神啦 那我在想我要不要用閃電風暴 不知道這盒我沒有丟 反正我先把守望飛彈先放兩顆 還沒有用我繼續扣著 我要先看一下這一把的情況 對手的配兵組合是什麼 還在呢對手的火神 這裡還直接點了燃燒彈 他會發射最遠處的一個燃燒彈 所以我這小單位都被他燒掉了 他的火神算是一個用了燃燒彈 一個戰術應用 這裡沙蟲出來之後帶出一個殺爆的效果 不要保我們的沙蟲看能不能等下多升點擊 因為沙蟲等級升上去才有作戰能力啊 他攻速偏慢 但是單下DPS高 有時候打一些單位算是不錯啦 解決一些單體單位 不過我們右路塔被爆了 然後對方兩台火神看起來表現的挺好的 而且我們的長攻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的保護了 就變成有點尷尬 鬼謠雖然還活著 但是血量也扛不住先知的攻擊 我們的沙蟲出來稍微幫自己降了點傷害 這個就是殺爆的效果 降了30%還是沒有那麼容易被打爆的 不過最後還是不敵對方 大量的單位的攻擊這裡沙蟲還是倒下了 好這一把 我其實這兩個有考慮啊 我想說要放單位還是要帶光子照射 所以我還是帶光子照射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可以先免疫一點傷害 對方也是這麼想 我這邊的單位如果可以先保護起來還不錯 然後我這一把就決定要放一下 我們剛剛點出來的閃電風暴了 我想說我可以在這一把去 呃賺這一回合的分數 順便讓我的等這個單位的等級升上去 因為沙蟲也快要可以升三級了 這個還蠻重要的 那這裡的話鬼謠我是先升兩等 鬼謠升上去之後那個強度還蠻高的啦 他一等的話沒有到很強 甚至我覺得有點偏爛 大家升到二等三等之後 鬼謠的那個輸出能力非常的可怕 打這種大單位單體的 其實鬼謠也可以瞬間把它收掉 那我就決定繼續玩沙蟲吧 對我就再叫了一隻沙蟲 因為我沙蟲已經點了兩個科技 一個是複製一個是沙爆 複製可以讓他鑽出地面 再複製一隻小沙蟲出來 這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可以分散攻擊力啦 然後我們就試試看這把 這幫光子照射打開 我們也開光子照射 但是這個閃電風暴直接把他 頭頂上的黃蜂給電掉了 這個蠻重要的分散了不少傷害啊 我們沙爆出來叫了一個小沙蟲分散傷害 然後我放單位的光子照射也還在 所以前前幾秒的受傷 就是承傷能力會大幅的提高 我們鬼謠這裡就保存的非常的好 而且這個火其實也是會燒到他自己的 他放火他過來他自己也被燒 好我們的沙蟲左邊這裡養的好像還不錯啊 我們小沙蟲過的 哎小沙蟲也還行都還要活著 鬼謠兩台這兩等的鬼謠還活著 這時候你就可以注意到鬼謠 升到兩等之後的 生存能力跟攻擊能力還不錯啊 他主要靠的生存能力是他高額的傷害 他一出現了之後把對手的單位給帶走的時候 他就可以生存下來 啊這一把 我在想我要選什麼呢 超重型裝甲 我選這個 因為我覺得沙蟲可以有更好的耐久性 我讓我的沙蟲去帶這個超重型裝甲 他的血量就非常的多很肉啊 因為左邊這隻養的比較高啦 然後我這一把就再叫兩個沙蟲出來 場面上我就有四個沙蟲 這意味著他每次串出來 就會再多四個單位在場上 可以分散他的攻擊能力 這時候他使用凝固汽油彈 那我就想著我他應該會選 呃一些就是其實我一部分來講 我也是要擋他的那個燃燒彈 所以我這一把會留一百資源去做防護罩 把我最主要的這個區域給擋起來 剛好就擋到他汽油彈放的位置 這一塊全部被他擋住 擋了一半啊 那他燃燒彈會噴最遠的單位嗎 所以他會因為防護罩的關係 他會卡在這裡 他就收不到 所以剛好擋到了 這遊戲就 有一些賭博的部分 就在這裡燃燒彈那個汽油彈下來 燃燒彈就直接燒在防護罩前面 還有叫了更多的黃蜂 左邊的犀牛很快被我們的野馬解決掉 目前沙蟲四隻出來之後 場面為之壯端了 沙暴打開更多的小沙蟲出來 雖然有一些一等的沙蟲很快就被解決掉 但是左邊的三等沙蟲 活的還是挺開心的 三等沙蟲帶上了操縱型裝甲之後 這個生存能力相當之不一般 左邊的很快的也解決掉對手的大量單位 我們鬼謠還剩下一台兩等的 小沙蟲其實也可以吸引不少傷害 右邊的塔對被對手爆掉之後呢 我們的沙蟲現在還活著 在地面下緩慢的移動 因為爆塔之後這個癱瘓會變得蠻慢的 我們也爆塔了 左邊的野馬這時候 後手把對方的塔給打爆兩隻沙蟲 對方現在是完全應付不了的 一串出地面就再叫出一隻 所以沙蟲點這個複製 如果對手的陣型是那種 一波一波一波的 其實沙蟲很爽 打完一波之後盾地起來 又可以再叫一隻 地球回合 慢慢看一下 我要選擇一個高等單位嗎 其實我犀牛跟霸主有在想 我要不要用犀牛的那個最後一集的能力 讓他自爆 不過覺得他黃蜂比較多 所以我還是選擇霸主吧 三等的霸主效果還是很好的 攻擊能力很高 那我能力也都不用點了 我就把一些錢經費都拿去升級我的沙蟲 而且我還是要擋一下他的燃燒彈 鬼謠的話繼續的升級上去 直接點上了三等鬼謠 兩隻都三升到三等 隱形能力還是很好用的 鬼謠要點出隱形能力才會稍微的好用一點 我想說點個裝甲強化吧 說不定會有點奇效 然後再叫出兩對野馬 因為我看他的那個黃蜂其實有點多 而且我已經沒有那個天氣武器了 沒有閃電風暴 防護罩一樣把它點開 其實前每一回合都用的非常的極限 所以這一回合也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回合 我們有四隻沙蟲 一隻已經升到四等了嗎 還沒有三等而已 差一點要四等 不過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把 沙蟲四隻盾地往前 對手的黃蜂數量非常的多 但我們的野馬其實也有點了防空能力 所以野馬可以專心的對付這些黃蜂 對手其實也準備了非常多的鳳凰 這些對單的 打擊型的飛機啊 不過我們沙蟲畢竟是有沙暴 再加上小沙蟲複製的能力 所以這裡出來之後的存活能力其實相當的好 鬼謠也表現的不錯 在這個混兵當中鬼謠的輸出能力是相當可觀的 打到單位很快就可以結束掉一些單位的生命 我們左邊的霸主這邊也活的挺開心的 我們的沙蟲現在表現的也是很好 這一次就存活的更多了 右邊的塔被他爆掉了 看起來有點不太不太妙 右邊的小沙蟲這裡是被抓掉之後呢 我們也爆他左路的塔 這方剩下的單位 我們還有一臺霸主兩臺鬼謠 你這時候你想說我們沙蟲還有有沒有剩呢 當然還有在這裡 我那時候當下我還沒看到我的沙蟲在什麼位置 再次竄出 再帶一隻沙蟲 而且有兩隻小沙蟲 分散傷害三隻小沙蟲 左邊的沙蟲養的真的是又肥又大師啊 好這場比賽就到這邊 我們中又是一個驚險獲勝 說驚險嗎反正就最後 被他打了一條大血量嘛 然後最後就思考一下 做一點應對 然後再玩了一下沙蟲殺爆 再加上複製的能力看起來還行啊 好了 這今天的鋼鐵指揮官就跟各位 跟各位帶到這裡哦 這遊戲陸陸續續有玩到一些場就繼續帶 好不好喜歡看的就點個讚支持一下 有預約就可以贊助一下 雖然我知道這節目看的人其實不算多 我就有做就看一下吧 好不好就這樣我們就一樣 下一個鋼鐵指揮官的影片再見哦 拜拜